今天我們要來引起一場肉圓的戰爭 今天我們要來引起一場肉圓的戰爭 我們昨天在彰化人在地社團 還有我們的粉專跟IG 詢問彰化人心目中的最愛的肉圓 還有在地小吃 想不到多遠的九個小時內 就湧入了兩百多則的留言 看來真的是每一個彰化人 都有自己心目中喜歡的一間肉圓 就跟嘉義人一樣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最愛的雞肉飯 於是呢我就是統計了這個兩百則留言 那裡面有一百六十幾則是針對肉圓的推薦 那我排出了這個一到十名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去吃一到六名 然後我們要看看彰化在地人推薦的肉圓 到底是哪一家呢 六名以後 因為總共被推薦二十二間店家 如果你們想知道 我會放在影片的簡介 Let's go 假肉圓從三個角度來吃 第一 外皮是酥皮還是軟皮 第二 內餡 有一般豬肉的肉塊或肉絲 也有的加入了干貝 鹹蛋 香菇等其他內餡 第三 醬料 醬料呢就是每家獨門的配方了 我們現在第六家來到了 是哪一家呢 睡不開 順利肉圓 獲得了9票推薦 順利肉圓的Google評分是4.1顆星 然後評論有386折 這邊肉圓的特色呢 它就是把雞絲加肉腳放在一起的雙肉屑 它這個雞絲就很像雞肉飯一樣 一絲一絲的 雞絲那個離雞肉 對 離雞肉的雞 我覺得雞絲跟肉腳的差點是在於說 就是雞絲它更會把醬汁給吸附 那這一間呢 它就是比較鹹一點 甜的味道也比較少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是先吃了第五間的那個 那它蒜也是甜 但是還有加蒜 那這邊就是 沒有加蒜 所以它就是 可是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可是如果你比較不喜歡吃甜的肉圓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喜歡這一家 那內餡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 就是有雞絲跟肉絞嘛 所以它的在口感上的感覺 就會有兩種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第五家對我來說太甜了 然後這一家是我還蠻喜歡它的餡料 因為它的餡料多了那個雞絲 我覺得口感上更豐富 我還蠻喜歡它的雞絲的 我現在把肉碗整個吃完了 我覺得口味好像真的偏鹹了一點 然後整體吃完有一點點膩 但是還是好吃的 還是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揭曉 第五名是哪一家呢 大竹肉丸 它的Google評論是四顆星 1453則評論 彰化的肉丸它的皮其實分兩種 Q皮跟酥皮的 我們今天的第五名跟第六名都是Q皮的 它的醬是比較純紅色的 所以比較像我們在台中吃過的肉丸 是比較甜甜的 口味比較偏偏 嗯 但是它有加個東西我覺得還不錯 它有加蒜 我覺得這點還蠻重要的 就是它甜歸甜 不會捏的原因就是它有一個蒜的味道 那大竹這邊它是只有肉絞 它的肉絞裡面其實是還是有整塊的竹筍 嗯 有 有看到嗎 對 因為嘉義的可能都是 通俗的口法都是用蒸的 可是這裡會用過油的方式 所以它的皮會比較不一樣 它呈現出的口感 現在我們要去第幾家 第三家 沒錯 因為第四家 我們後來發現它下午才開 那我們現在就來揭曉第三家啦 第三家總共獲得的票數是 19票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八卦三下燒肉圓 I'm sorry I'm not perfect but I'm new 我們查這一家的時候 其實還蠻疑惑的 因為在網友推薦裡面 有人講的是東名肉園 有人講掛山肉園 然後有人講八卦三下肉園 然後我們查的時候 我講八卦三下肉園 它就跳出南郭肉園 所以我超級疑惑 然後後來發現這四家應該都是同一家 八卦三下那個肉園 它是60年的老店 那它的特別是 它就是肉餃跟豆豉分開 就是像這個有甜甜的 就是豆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肉醬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吃吃看啦 很兇耶 欸它的 哇它的 我把它肉圓整擦塊 擦起來 我剛剛也是 它這個是肉汁是什麼 它肉汁 它肉汁下面是有那個 你給大家看 另外一面 它其實是下一個肉塊去把它 包覆 包覆上面的肉 成塊它變成一整塊 我來吃吃看它的醬 很香喔 我剛剛打開 它的味道不太一樣 它味道好像有雞湯的味道 欸真的耶 對不對 我剛剛想說那個雞肉香 嗯 雞湯的味道 那個濃郁雞湯的味道 為什麼我覺得它這個雞絲的 有點像火雞肉飯的雞絲 豬厚腿肉 有網友說它這個皮啊 就是吃起來比較像炸兩元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個人本身沒有吃過兩元 或沒吃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兩元到底是什麼味道 就是它有一個香味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雞湯 然後但是我覺得它的鹹度 其實我覺得跟順利肉圓的那個 鹹度比較像 但是它就沒那麼鹹 它調味比較 比較好 然後它除了鹹味多了一個 就是我說的可能是雞湯香氣 我也不知道 所以還不錯耶 嗯 它真的 可以是第... 我覺得這個第三品還滿合理的 目前吃起來啦 其實跟前面幾家比起來 對 它味道滿特別的 不然我們問一下 你問一下老闆說它的醬汁 所以是雞湯香氣 你去問啊 不然你有問 然後我覺得它的皮是比較... 沒有那麼Q的那一種 比較軟一點的那一種 嗯 對 它好像沒那麼Q 但是它很香 它這邊隔壁還有一家羊桃杯 我覺得還滿潔溺的 你知道那個肉圓已經有多少年的歷史嗎 知道耶 肉圓的傳說是在那個 彰化北斗發明的 然後至今已經有120年的歷史 這麼久 對啊 很久 我覺得你好像表演很苦怪喔 呵呵呵 這麼久 我去幹 這麼久 嗯? It's too late now to turn around 第四家獲得食尚泡勒是哪一家呢? 登登登 過勾仔肉丸 肉圓 肉圓啦 它獲得了Google評分是4.3顆星 還有474則評論 我現在還沒吃 但是首先我先講 我覺得它其實CP值很高耶 35塊你們剛剛給你看 內餡我覺得還滿多的 應該還有肉喔 絲肉塊 香菇 筍絲 然後而且還算大顆耶 我覺得它的35塊應該是 內餡嗎? 今天這幾顆裡面最大顆的 就是以這個價格來 這碗湯是多少錢? 10塊錢超便宜的 10塊錢 真的假的 80年的老店 張浩知名的扇行車站附近 所以你們可以順便去走一走 它的皮質算薄 然後還滿Q的 然後我覺得它 有一點芝麻的香氣 還滿明顯的 嗯 它有加一點炸蒜的味道 不過就是有一個小小的 雖然它的湯很便宜 可是就是可能味精加什麼 長得有點鹹 醬汁 我覺得芝麻跟大蒜沒有融合 因為它兩個其實都是 滿搶戲的食材的味道 我自己的個人感覺 我覺得它的醬汁比較爽一點 跟其他價比的話 它比比較比較爽 筍片嗎? 對啊 它是切平常 不是切丁 它是筍片 對 但是就是西芝士是真的滿高的 我們發現彰化人來外帶肉園 一次都是時刻時刻打包 還有外帶伴手禮的 好多 我們有去當飯吃嗎? 我們現在要揭曉第二名的外衣 獲得20票 來 快點快點 接肉園 登登 北門口肉園 北門口肉園 就是它的彰化其實有三間店 是清晰開的 昨天的網友的推薦裡面 三個網友特別點名說要來戰前店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戰前店 但是如果你說你要去它的重店 是在中山店 那它北門口肉園只有60年的歷史 哇 它真的好硬硬的 脆脆的感覺 好香喔 好香嗎? 嗯 很好吃 它外皮竟然是脆的 但是最外層是脆 但是它在裡面還是有一點點QQ的感覺 它沒有整片 不是整片脆 對 外酥內軟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的餡啊 超級豐盛 剛剛有看到這個干貝絲 干貝絲 肉塊嘛 大的香菇 還有炸鴨蛋 嗯 這家真的還不錯 哇 這隻整個肉圓真的是好豐富 因為我以前吃的肉圓 我真的沒有吃過這種的 因為它安倍的滿多的 醬汁就是有點鹹 都沒那麼久 我吃得懂 還不錯耶 康康康 不會覺得我是在吃肉圓 剛剛看維基百科上面說 彰化以北的肉圓都是油炸加油泡過的 然後如果是彰化以南的話 就都是垂蒸的 醬汁 醬汁 你今天應該吃醬汁 我現在認真吃 我看我現在已經講話了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 第一次吃過炸的肉圓 就很特別 再推薦你們這個龍骨水飯 它是豬的集水 然後跟蒸蛋結合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豬集水的時候 也是會覺得有點腥 可是我覺得它跟蒸蛋搭配在一起 其實因為它味道還滿溫順的 它又讓蒸蛋多了一股鮮味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現在要走去第一家的路上 剛好經過一個北門肉圓 但是我們的第二名其實是北門口肉圓 它有一個字 大家不要搞錯 有北門跟北門口 差點以為自己吃錯 嚇死我了 到了第一家 沒錯 我們看看第一家的票數差距 差距有點大 還滿大的 我相信 髒話了 看到這個票數差距 應該都可以猜到是哪一家好不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來揭曉 哒哒哒哒哒 沒錯 這是阿三肉圓 我現在已經到了 我現在超期待的 好我們趕快去吃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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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2點20 一樣是排隊中 剩小顆的大顆沒有了 剩小顆的沒有 我傻眼了 我來了 竟然已經沒有大顆了 只剩下小顆了 大顆的是乾杯的沒了 我覺得還在飛翔翔說 我們這樣子 第一名排在最後面 會不會 本來第一名最大顆的沒吃到 對啊 好可惜 但不過聽說 就是大顆跟小顆 其實它的差別 就只有一個就是 大顆有乾杯 小顆沒有 所以皮應該是一樣好吃的 阿三肉圓的皮 比較好 嗯 它的皮真的很脆 它皮比那個北門口還要脆 對不對 我沒吃 我問你 我問弟弟啊 它皮比較脆對不對 你還沒吃 阿三肉圓的皮是 而且它的皮比較薄一點 嗯 它比較薄 然後是整個脆感是更明顯的 它的汁有加一點點大蒜 嗯 好吃欸 好吃啊 其實我說真的 我覺得這六斤 我覺得我們今天吃的這六斤 我覺得還蠻 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的確 阿三 這個味道你吃起來 是你會特別有記憶的 嗯 它這個肉好像 生板豬肉的口感 肉比較有嚼勁的口感 它的皮我蠻喜歡的 嗯 這個龍骨水糖跟上一家比 然後多了絞肉更輕鬆 所以它的味道上 就是更濃郁更豐富一點 對 更好喝 阿三肉圓是我們今天吃的 我覺得環境最乾淨的一家 然後也是我目前覺得 最好吃的一家 喜歡 而且它真的就是排隊 就是真的排隊滿多人 真的是滿滿的人 本來想要帶你來個 番外貼吃 這些特殊口味內餡的肉圓 聽說它是用麻辣火鍋 然後整個肉圓下去泡 讓皮也會有麻辣火鍋的味道 還有內餡 然後還有 蒜菜白肉鍋內餡 想起來就很神奇 對 可是 就是在這間鎮彰化肉園有賣 但是它是第八名 但是可是什麼呢 可是這兩種特殊內餡 只有禮拜幾 禮拜六 好像禮拜六 就是假日才有賣 所以如果你們想吃特殊口味的 記得不要噗空喔 好 阿章肉圓其實也滿有名的 是我們這次網友推薦的第七名 結果我們經過阿章 後來想想 還是點來吃吃看好了 我們要做就做完整 所以我們就來吃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阿章他有創設就是 香菜 放在這邊讓你自己家的 我不曉得選誰不喜歡 所以我加一半 加一半 好加好多喔 這哪是一款 我喜歡吃香菜 然後 它有特殊它的湯可以 就是一直喝一支湯 不知道好不好 現在喝好看 可是我好像撒開都胡椒椒粉 我喝不出什麼湯 好像香菇湯 它的皮感覺很厚耶 超級厚 好像 我覺得阿章給我的感覺 它就是比較大眾化的口味 好像就是我在台中還是在別地方吃過的類似的味道 真的一吃就有差別 也還可以啦 但是特色性我就有點像客人的感覺 今天吃完七煎肉丸 真的感覺就是味道都不一樣 味道跟口感都差蠻多的 那你最喜歡哪一家 我最喜歡的話 那我們一二三一起講好不好 一二 等一下等一下 我忘記它名字 一二三 阿三 果然是第一名啊 不愧是冷氣王 讀到那麼多冠軍 真的是我也真的是覺得是最好吃的 這個是硬皮 所以呢 那我們再選一個軟皮的好了 那軟皮的話你喜歡哪一個 好我們也一起講好不好 一二三 八卦三下 對我也喜歡八卦三下 看來我們兩個口味都還蠻相近的啊 那今天最簡單的總結 像彰化你就是會想到肉丸嘛 那這個肉丸已經有120年左右的歷史 所以像吃這種傳統的 有歷史的小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是吃的是一種 回憶吃的一種故事 小時候的味道 對 如果說你們今天想要 像是我們這樣的行程 其實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你 是不是這樣一家家吃下來 真的可以吃 對 你就吃到它的不同味道 就是可能在醬料上啊 皮啊 內餡上 真的都是各有差異 那也蠻有趣的 所以我還會有 小吃後來拍那個彰化的小吃 小吃美食還有其他彰化的行程 如果呢 你們有推薦什麼行程 或其他縣市的景點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那今天到這裡啦 大家拜拜 難怪說就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喜歡的肉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守護的愛護者 每個人都有自己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守護的愛護者 每個人都有自己